中国人很多创业是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晚上想想是热血飞腾真好 第二天早上七个自行车又上班去 台风稳健出口成章 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去年宣布辞去董事局主席 在阿里奉献近二十年时间 同样的方列大尔十年前和现在 除了眼角余伟文又跟神了些 看起来差别不大 不过阿里巴巴集团在这十年内的成长 可说是有目共睹 背后呢 他所依赖的这个技术 其实在飞速的这个发展 百度创办人李彦宏 被称为研制最高的互联网企业家 2009年的他脸上挂着阳光笑容 十年来岁月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太多痕迹 此外公司规模也飞速成长 百度引擎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搜寻引擎 仅次于谷够 看着一个又一个用户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QQ的系统 我们的梦想是希望互联网 能够像水和电一样 融入人们的生活中 这是腾讯公司创办人马化腾十年前的模样 梅宇坚变得更加霸气 马化腾刘海发型网上书 连小了一圈看起来更加成熟 十年我们过去了 十年我们吹过的牛逼都十下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 超强气场是他叱咤商界的关键 十年前的他远远的脸韩太可举 十年后白发和于伟文有点明显 去年刘强东涉嫌性侵案 美国警方以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 五年级生的马云李彦宏 六年级生的马化腾刘强东 这几位互联网大佬除了脸上皱纹说过的话 被拿来PK就连成就也都可以拿来超级比一比 记者万少安报道